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这天我们的女主小涛骑着自行车前往小森 沿途的风景很美 经过一段时间的骑行后抵达了这里 对着连绵一语里放弃的空隙 从山口往下看 小森好似沉湿的蒸汽下 小森地处盆地底部 山里的水蒸气不断涌入 温度也随之不停升高 小涛回到他居住的小木屋 如被汗水浸湿的衬衫一样 空气总是粘着人 这里的湿度近乎百分之百 他好想有齐 这样就能游个痛快了 小森开始除草 不帮他们流通空气就会萎缩 田里的打草总是长得旺盛 昨天拔的爱好 干部又冒出了新芽 田地和道路都要被打草覆盖了 衣服晾了好些田也干不了 半果家的木槽也发了霉 小森决定生炉子 去屋外弄了些柴火点招 带烟团的火炉 能将燃烧出来的水分排出屋外 让屋内变得干燥 虽然会很热 但要对付煤菌也只能这样了 小森想好好利用这环境烤面包 高温高湿利于发酵 火炉比口香大 能烤出比平时更大的面包 小森放入买了的小麦粉 还有酵母 小麦粉就像是面包的负香粉 粘度大 表面不容易起干薄膜 混合好好盖上布 放置酒鞋等发酵 这中间要让面团吐两次气 慢慢咬面包皮烤出来才好吃 小森将面团揉挖入 最后揉成面包的形状 发酵完全好的时候 火炉也差不多要烧完了 烤面包需要200度左右 正好是火炉要灭的余热温度 小森用刀在面包上划几刀 让面包更好受热 然后将它放进火炉 这时房间的尸体也除掉了 不久后 面包烤好出炉了 采文桑叶回来当点戏吃吧 小森开始用割草机去除杂草 土壤循环分路 杂草也被浮出 白色的根部会残留在稻子周围 还是要人工清除 用手将杂草混到一起捞出 嗯 腰酸筋酸 好想一身清新爽爽 小森决定回去酿酸米酒 先做甜酒 把酒取倒入粥里酒拌 现在这季节只有常温放置就可以 第二天起床后就OK了 尝一口味道甜甜的 最后为了催促发酵 要添加菌类 酸奶或圆浆酒都可以 小森加入做面包用的酵母 酒拌后等半天就能喝了 发酵好了 会有气泡冒出 喝起来口感更清爽 小森将酸米酒滤入瓶中 放进冰箱里 像蒸僧拿一般割碗草后 就可以饮用了 啊 爽 再来一杯 但这次酿的有点多了 喝不完 小森叫来了小森两家的学弟又太 与他共饮酸米酒 嗯 锅里的味道好香 味道恰到好处 这冰镇酸米酒的味道 真是好极了 两人惬意的喝着聊着 小森家旁边 长了棵胡腿的树 每年到了时节 接着果子会压完树枝 小森尝了一棵 没熟又色又酸 去找熟头的果子吧 熟头的果实 只会有淡淡甜味 周围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果子 落地后会渐渐腐烂 将年幼小的鞋子弄脏 小森长大后离开家 和男友同居过一段时间 公寓附近也有棵胡腿的树 高大的男友轻轻一跃 拔掉一棵放入口中 很好吃 小森想吃却够不到 要紧的他又不想借助男友的力量 后来和他分手了 如今又到了结果的时候 小森不想再看着他们腐烂 决定将果实做成果酱 将果实去脏或碾成糊状 冲一下倒出来的果汁重量后 放入果汁重量60%的糖 小森尝了尝 还是有点酸 由于要不要再加糖时 果酱已经煮干了 取些果酱放水中 会加成小圆球 就说明水分煮干了 煮好的果酱 是浑浊的深粉色 妈妈曾说过 做菜能看出人心 要用心才行 一煮了胡腿的果实 做成了三小瓶果酱 次日早上 迫迫及待开了第一瓶 满满的涂在自己烤的面包上 嗯 口感浓厚 就是有点酸 当地里收获了胡萝卜 芹菜 生姜和香辛类蔬菜时 小桃家每年都会做五四特酱油 把胡萝卜 生姜 辣椒和芹菜切碎 往锅里放水 汤料海带 丁香 胡椒粒 泡过甜料酒的青花椒 用桂树叶 竹尾草和瘦香草 倒入切好的蔬菜 用中火熬浓 熬到水剩一半时 加入酱油 醋 甜料酒 粗糖煮一小时左右 用漂白不过滤后装瓶就可以了 小时候 小桃一直以为 五四特酱油是自家做的酱 结果在学生时代 在超市货架发现同款酱油后 吓了一跳 原来这是广泛使用的酱料 后来才发现 自家的才是山寨 老妈狡辩说 我还没说是我发明的 幼年时的习惯 是很难改掉的 如今小桃做菜 也会放马来的五四特酱油 幼年体验非常重要 老妈是个真话假话 混在一起说的人 导致现在的小桃 想做什么都想亲力亲为 只有亲身感受到 才会相信 小桃到了秋天 会去山路边上摘珍果 然后将其磨成浆 放进锅里 加上口口粉 白糖和少许油 搅拌到素质鲜亮 妈妈曾教了小桃一个词 抹了吃 而使得小桃身心不已 直至前年在城里的超市偶然发现 这个牌子的巧克力珍果酱 才知道又被骗了 嗯 自己做的巧克力珍果酱涂在面包上太好吃了 沼泽里的水很少 里边长了许多鱼酒花 将其采摘后包皮 把镜抄一下做成超蔬菜 或拌在咸菜里 鲜嫩爽口 根部的红色部分 用菜兜做出碾性 就做成了鱼酒花泥 因为曾调料后 浇在热米饭上吃 在苦下没有胃口时 也能多吃一碗饭 小桃打了个每日结酸的灵工 将养鱼场的红点龟 转移到帐篷区的钓鱼池 又太也一起来了 二人将鱼捞进大桶后装车 途中小桃问又太 为何又回到了小三 又太说 自己曾离开这里 去城里找个工作 但城里的人明明什么都没做过 却一个个自以为是 听这些浅不得人说的空洞的话 令他很厌烦 二人一起顺利完成了 红点龟的转移工作 没犒劳他俩 冒说喊二人去吃鱼 又太熟练的将鱼积晕 抛去内脏后穿在签子上 放在炭火上烤熟 嗯 盐烤鱼味道太妙了 这个红点龟味噌汤也很好喝 又太回来 是为了直面自己的人生 而小桃却是逃回来的 西红柿很顽强 直接丢去的种子 第二年也能发芽 不管它的话 会不断长出侧枝 小桃会把长出的侧枝都摘掉 把摘下的芽叉到土里 也会立刻生根长大 但西红柿又很脆弱 持续下雨的话 新长的部分 就会萎缩并茶色停止生长 就这样枯死 因此在雨水充沛的小森 各家都用塑料大棚来栽培西红柿 炎热的下者吃个冰镇西红柿 简直太回血了 将完全成熟的西红柿 烫去表皮放在水里煮 淹在盐水里煮沸 消毒后保存 自制的西红柿罐头 到冬天可以放在咖喱液面里 冰镇后直接吃 也是爽滑可口 然而小桃的西红柿 却是露天栽培 多数情况会遭遇病害 收获屈可数 小桃不想买大棚 他想有没有露天 也能种好的方法 不知不觉间 天空中已有了秋天的味道 五年前小桃的妈妈 悄无声息丢下他一人 离开了这个家 去田里的路上 不由自主地找通草果 这个习惯 是从准备收麦时养成的 倒夜渐渐变黄 养分猪肉麦蒜 慢慢滋养出甘甜 坚硬轻的通草果 也变成了胖乎乎的紫色 等到破口开裂就能吃了 果实多数长在较高的地方 孩子们边害怕边爬树摘果的 现在小桃和鸡子长大了 胆子却越来越小 兔子的种子会增加在附近 开花结果的几率 鸡子边吃边不停兔子 小桃决定将通草果的果皮做成菜 先将果皮切成合适大小 热油加小茴香 蒜末 葱末 咖啡粉 番茄块 再放果皮 加酱油一起分炒 一份印度风味的下饺菜就做好了 也能做小菜 将用未增腌制过的肉粮 散入果皮后油炸 一口气多做些 可以做割刀石的便当 通草果 很快会被人们或野兽争嫌恐吓的采石光 偶尔也会在枯尾的树上找得一些 小桃家的稻子会飞空两次 第一次是插秧石 把苗等距离的投向田里 比来回拿药省事的多 第二次是割刀石 割刀石的脉子合成一束束 用稻草捆好 堆放在木桩旁边 小桃割刀石的午餐 一直都是核桃饭 远哥不禁感叹 这便当太精致了 使割河边路上掉落的核桃 是长野动物们的竞赛 将捡来的核桃埋到院角里 用土填上 等表皮腐蓝至黑 好好洗净表面 这根放入网里 可以保存好些年 裹入毛巾用铁锤敲碎 仔细除去碎壳 不然会够牙 用蒜就导致糊状后 混入洗好的米中 加酒和酱油调味后烹煮 酱油一小勺 酒少许 香味浓郁 口味醇厚 开饭了 这个核桃饭团好美味 这是去年收割的米 用餐后继续开工 将倒数浇透的往上堆 并晒干 一点点叠成这个样子 这些够自己吃的分量了 也应承得收费钓鱼处 淡地时一千日元可随意钓 钓的鱼 可以做洋葱素 烟油炸鱼 哇 鱼上钩了 小偷钓到了好几只 取掉内脏洗净 汤汁 醋 砂糖 酱油 这些从干辣椒一起煮开 做酱油 将鱼蘸满面粉后下锅炸 然后浸入酱油 进周一天后使用味道最佳 嗯 超级下饭 当树鱼渐渐被敲一软红时 糖渍板栗也深受欢迎起来 野营厂的冒书和天天泡在那儿 幼太 视作后发明了糖渍板栗 将板栗包皮奥 多放砂糖 慢慢煮 这种做法传遍了村里 村民们加入了自己的改良 有加酱油的 还有像吉子这种加入红酒煮 用小苏打去色的做法 邻居大婶 又送来了加入白蓝地的糖渍板栗 几个人坐在一起享用了起来 探讨着还能试着加点什么进去改良 去山里实力的是 要小心有熊出没 用靴子加紧自秋 用活前取出板栗 要尽早包外皮 时间久了 栗子会变硬 老栗子用开水烧滚煮 容易去内皮 去皮的栗子 泡水放小苏打放置一板 第二天小伙煮半小时 汁水会因色味变黑 换水再煮半小时 如此往复 煮的汁水成红酒色就好了 中途要挑进筋络和杂物 放入煮好的栗子重量 60%的砂糖再煮 要保存的话 可以放入汤汁瓶里 在糖汁里浸上两三个月 糖已完全入味 变得黏乎乎 栗子像糯米果子的口感 栗子树一发一然是好柴火 栗子树召唤来了寒冷的天气 今天邻居家的太太们 聚集在一起聊家常 火山烤着番薯干 阿姨们吃得很香 阿姨说 番薯不用食肥也可以 但小三的土壤不适合种番薯 而种芋头的话 水分少了不行 肥料也要充足 小头将去年挖的芋头埋在土里 辣一点的芋头也行 要得下双前尽快种下去 因为发芽需要很多时间 叶子像伞一样 从颈部一层层伸展开来 蜘蛛长大后 会长出很多小羊 小羊要不断勾掉 不然芋头长不大 番薯和芋头都非常怕冷 不敢在下双前收获的话 可能颗粒无收 太冷的话 番薯也不能保存 所以挖起来后 就要做成番薯干 用锅把水烧开 盖上主佬一次又一次煮沸 包去皮切成长条 用稻草穿起来晒干 晒干后甜味增加 用火烧一下非常好吃 芋头挖起来后 就这么包着土 用包纸和稻草包得严严实实 吃的时候 就把植株上的小芋头拧下来 芋头受冷 马上就会烂掉 所以要包得掩饰 放在家中靠近火炉烟子的地方 而芋头一定要煮一下 把汤倒掉才行 否则泡沫会从锅里溢出 一锅芋头都废了 番薯的雏鸟很可爱 小森出现的雏鸟不怕人 可以抱起来 羽毛软绵绵的 6月 当稻草长得高过番薯的时候 把它们放进田里 它们会吃掉刚长出的杂草 以及稻草上的虫子 游来游去 还能为稻草的根部输送氧气 粪便还能成为肥料 这就是番薯种植法 所以在小三养鸭的人都不太忍心吃鸭肉 小桃很能理解 但每次给番鸭解体时 村民都会叫小桃 把水烧开 抹好菜刀 把鸭子泡到开水里 这样毛孔张开 更容易拔毛 又仔细拔去 烧去细小的毛 沿着骨头砍下去 把鸭子解体 拔出内凳 然后依次切出每个部位 用菜刀在皮上切几刀 撒上盐 在煎锅上不放油 鸭皮朝下用小火煎 然后用油胶在鸭肉上 给肉加热 鸭皮变成糊着的颜色后 把它翻过来 根据喜好煎一会儿 肉香扑鼻 鸭甲要用冷水慢慢熬 熬出汤汁 用甜味酒 酱油 生姜和辣椒调味 鸭皮切成薄片 做刺身 加上姜汁酱油 味道清爽 小头加几片鸭肉放入口中 真好吃 下生的早晨 小三到处生起了白烟 有香菇房的暖气 造着的烟 以及做稻壳灰的烟 给稻壳灰制作器点上火 把稻壳堆成小山 稻壳灰是碳化的稻壳 把它撒在水田和汗田里 可以改良土壤 剥准的时候也非常适合 比如把胡萝卜的种子 调剥下去 盖上一层薄土 撒上一层碳灰 能够避免受大雨击打 胡萝卜发芽阶段很重要 要让它们同时密密麻麻的长出来 发芽后就要书苗 老妈却说 书苗迟点做也没关系 不让它们比赛谁等得快 它们就长得不好 这天下学回来 老妈让小桃去采胡萝卜的熊猪 回来喂炖菜 胡萝卜的熊猪比较硬 通常是要从它们下手来书苗 老妈却将它们置之不理 看到杂草同生的胡萝卜地 小桃就知道 妈妈是为懒散忘记书苗找借口 杂草纠沉在一起 小桃费半天力气才拔出一根 小桃也不再相信老妈的谎言了 但未炖菜和嫩炒菠萝还是很美味的 地里各式各样的青菜 一年中供应不断 生车起来咔嚓咔嚓响的水菜 冬天也能长成莲花做的塔菜 种下也能长成的胭脂豆 还有小松菜等等 摘取当即蔬菜 细菌切好后开炒 小桃感觉和妈妈做的口感不同 即便是错过最佳种植期 成长不良的青菜 在妈妈手里炒锅也会很好吃 自己做的总感觉差点什么 是妈妈没用开水操锅的缘故吗 放入蒜 葱 酱油和盐 还有肉 味道不错 就是有筋 有天小桃试着剥去了芹菜的筋 然后将其下锅分炒 做饭时的样子像极了妈妈 小时候 小桃总嫌妈妈做的菜太过简单 现在亲自下厨才知道 妈妈也是挺背功夫的 懒散随意的是自己 去摘点早晨用的菠菜吧 被双打过的菠菜 甜度莽增非常好吃 小桃摘了一些地里的菠菜 放入锅中一起煮 这是邮递人大叔来送信了 据说今天中午会下雪 这是一封妈妈寄来的信 信中会写些什么呢 秋天的时候 小桃收到了不辞而别 离家五年妈妈的第一封来信 不知不觉间冬天到了 整个小森白雪一片 小森是位于日本某村庄的小村落 这里没有商铺 购买必需品邮寄村中心 那里有农西开的小州市 及几家商铺 去城基本都是下坡路 自行车大概要半小时 冬天因露面积雪只能步行去 大概要走一个半小时 小桃开始馋雪了 今天是圣诞 圣诞节小桃家是不会庆祝的 妈妈的理由是 我们家又不信基督教 小桃天后钻地桌下 抱怨着妈妈小气 但家中还是有几次来了客人 妈妈热情地将他请进了屋 这是以前关照过妈妈的外国人 小桃猜错 可能是妈妈过去的恋人 为了逗小桃开心 外国大叔表演着口吐乒乓球 乒乓球一块接一块 从他口中吐出来 小桃为成功逗笑 与外国大叔玩得很开心 妈妈端来了刚做好的圣诞蛋糕 外面裹着奶油 用刀切口 切口是鲜艳的红色和绿色 红色部分是加入用红糖酿家的甜米酒 绿色部分是菠菜做的 把两种蛋糕糊 倒入同一个模具里烤制而成 外国大叔离开前 又用吐乒乓球绝技 将小桃揍笑了 他来了小桃家三次 之后就再没来过了 这次小桃也做了蛋糕 先用黑米做甜米酒 加入少量水 让它呈浓稠状 因为黑米是糯米类 所以酿的酒很甜 加上砂糖 油 小麦粉 泡打粉 制成蛋糕糊后 会变成非常漂亮的颜色 紫色和黄色搭配起来很好看 小桃又做了一份 加了蒸南瓜的黄色蛋糕糊 往模具里倒入黑米蛋糕糊 高度不要超过模具的一半 再倒上南瓜蛋糕糊 放入烤箱烤制 烤好立刻将膨胀的表面朝下冷却 这样颜色就成冻香了 用奶油装饰 今天是圣诞 幼太月杰子都来了 小桃切开蛋糕后 露出了紫黄两种颜色 杰子和幼太各成了一口 嗯 真好吃 小桃去给林家奶奶送传月本报 家庭的小孙女问小桃 你做的最好吃的是什么 小桃第一个想到的是纳豆味糯米团 在纳豆里加有砂糖 酱油 人物立刻加热腾腾的糯米团 十六年前的倒年糕大会上 妈妈忙着准备 小桃等娃娃去挖埋在雪底的纳豆 将煮软的黄豆包在豆草包里 在里面放上一根豆草 这样能更好地产生粘稠的丝状物 在雪地挖个洞 铺上洗涛 盖上一层豆草 再埋上雪 雪下的土里还埋着白菜 葱和菠菜 白萝卜和葫萝卜 为防止被老鼠咬 会用山树叶裹好 树子埋在雪下 能保持温度 防止冻伤 这边正在倒年糕 每砸一下就揉一下 反复多次后就能拿进屋了 将它们揪成一团一团的 放在纳豆里拌一下 滑润绵绵的糯米团 派上砂糖酱油味浓郁的纳豆 滑溜溜的实在太美味了 孩子们都吃得很开心 小桃妈妈在来小三生活前 从没吃过纳豆糯米团 纳豆菌依附在刀草上 所以小桃家种糯米 也就成了种纳豆 这是今年种糯米的成果 小桃自己动手 做好了纳豆味糯米团 年年的咬上一口 太美味了 小桃做了冻萝卜 先将萝卜切成两半 刨掉外皮青着长块 戳个洞穿上绳子 把生萝卜片晾在室外 利用低温将它们冻住 这样晾干后的冻萝卜 可以保存一年 水煮菜里少不了冻萝卜 用水泡开冻萝卜 加上用米汤水泡开的烟肥鱼 一起煮很入味 再加入当季食蔬会更加美味 开动了 秋天为了做干柿子 连着枝头一并摘下 今年是大丰收 不计饱皮留着地 用绳子捆住挂在屋檐下 甚是好看 偶尔用手捏捏 这样就能制成柔软的干柿子了 切成细丝 加入凉拌萝卜丝 醋的酸味和干柿子甜味 相得一张 即则尝了一块 嗯 真好吃 有些食物只有天冷时才能做 寒冷也是重要的调味料之一 小桃刚去城里的时候 每顿都是泡面和米饭 后来想着要不种点蔬菜吧 于是他在杯面的杯子里放上土 撒了些小萝卜的种子 因为小萝卜一个月就能长成 细心照料后 他慢慢长大了 打官的地方 有个男生和小桃处的不错 蒸饭时看到他只吃一个面包 小桃决定做点好吃的给他尝尝 在老家的米饭上涂上味噌 做烤饭团 加上自动腌制的小萝卜 还有妈妈独家的煎蛋卷 弄了份丰盛的便当包了起来 男生对小桃的手也赞不绝口 不久后又做了新的 却左右等不来 小桃出门去找 却看到男生和别人说 有女生给他送了条亲手织的围巾 他却嫌女生送的东西不是买的 小桃对他的好感暴跌 便当自然也没送出去 寒冷的季节总少不了红豆 在这糯米团和面团里出起来很不错 小麦粉 盐 发酵粉 再加水柔和 让它发酵一小时 面皮剩放上红豆 包裹盐饰 用平底锅煎熟 就是煎红豆饼 蒸的话就是红豆包 小桃家种红豆的地里不需要施肥 施肥的话会光长叶子 不结豆 入秋的时候 豆家开始变胖 小桃总会忍不住 心急地吃淡紫色的鲜嫩红豆 有收手煮开就能吃 还能当作煮汤的配料 把带着些许填付的红豆煮熟 马芬蛋哥的底料一起口吃 香气四溢 可以将半熟的红豆直接熬煮 为了一年豆头都能吃上 小桃会采些红豆晒干储存起来 这采摘变成茶色的豆家 豆金的绿色不见了 就采摘下来 采摘下来后 先把豆家晒干 木垂敲打 把豆家和豆子分开 把豆子放在眼光下晒干 晒上一个月左右 香味会更加浓郁 保存起来也不会生虫 中时间把坏的豆子和垃圾挑出来 放入瓶子保存 小桃会挑出大颗的豆子 等来年春天结束时 再种几田里 做所有事都要看好时机 做红豆酵舌 如果砂糖放太早 红豆会怎么煮都煮不来 得懂能用手指轻易 掐来红豆时再放砂糖 下雪时会想吃面片 面片是用水揉和小麦粉 揉至耳垂那样的硬度 再放两个小时以上 放着时间不够 就没法做出有韧性的面片 在面片充分发酵后 摊成薄片 就扔小块下入高汤中 铲血过后 肚子饿时吃起来最香 今天小桃鲜血来潮 设置在面粉中加入了麦夫 麦夫就是麦皮 是制面粉时的副产品 中小鱼干的头和内脏 将干香菇 胡萝卜 白萝卜 牛棒 芋头 油渣豆腐切片 中倒水 料酒和味淋 再加入酱油和生姜汁调味 调好火候将锅放在卤子上 昨天小桃和棋子吵架了 棋子聊着工作上的事 小桃客观点评了几句 你明明什么都不知道 却懂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 只会说些漂亮话 你有资格说这些吗 小桃被怼得无言以对 小桃认为自己就是因为没能好好去面对 才回到小孙子 去雪地里转了一圈后 回来后 吉子已经端着一锅咖喱等到门口了 进门后 吉子主动道了歉 吉子看到了锅里正在发酵好的面团 小桃在桌上撒好面粉 将面团切成三段 用擀面杖擀包 然后放在预热好的铁网上 大火翻烤 没一会儿 上边就鼓起了好玩的大包 没多时 面朵薄烤饼就烤好了 吉子也端了印度鸡肉咖喱饭 将它搭配着印度薄烤饼吃 真的超级美味 饭后两人又去玩滑雪车 今天很开心 储备的蔬菜也所生不多 小桃拿出了一只宝贝的 春天采摘的烟菜 插秧过后 小三的大妈们纷纷进山 踩大量决菜下山 根部轻轻向上捋 用醉意折沾的部分轻轻摘下 直接食用到淡胆上炉灰 用开水浸泡一板 去掉苦涩味 烟决菜的话 直接用生菊菜 不能吝嗦盐的分量 要食用的话 又先用水冲洗一板 去掉咸味后焯水食用 浇上生姜烧酱汁 口感清爽 不同于小桃 小三的居民们都很勤劳踏实 这天村长召集大家 商议村都休耕田一事 会后 村民们你言我语语的聊得过吧 这些年里 村民们付出了很多 种着数十种蔬菜 穀物 将其加工以便食用 做家务 养育子女 去山中和城里工作 为东存粮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总感觉 你最重要的事 总是躲躲山山 自我欺骗 又努力的谎得周掩一切 你难道不是在逃避吗 小桃无言以对 幼太是真的想要在小三生活下去 接受一切 认真对待 所以小三的老一辈 才会打心底里享受生活 而小桃呢 妈妈记着的信中 只写着一些大道理 现在在哪 跟谁生活却只字未提 天空被蓝天和乌云一分为二 和小桃的心一样 一转眼到了樱花盛开的春天 小桃进山采野菜 红叶菜 可以拌抽或做成天妇罗 香味浓郁 味道极佳 还有鹅掌草 白根葵等等 将它们洗净后下锅翻炸 味道极佳 小三的春天 每隔几年就会下一场大雪 这天小桃起晚了 临上学前对老妈说 急着想做冬花味灯酱 让老妈帮忙去摘点冬花镜 小桃走后 老妈却跑雪摘了冬花镜 下锅焯水剁碎后 做好了冬花味灯酱 然而自那以后 老妈就再也没回来 断了音讯 对妈妈来说 我算是她的亲人吗 再来一碗 急着将小桃的思绪换了回来 急着每次吃冬花味灯 都能吃好几碗饭 小桃也很喜欢 每次妈妈没时间做饭时 她就会在碗里放点味灯酱 倒上开水就是味灯汤 急着试了一下 真的很不错 这是姐姐草的根 留在地里的话 一定会疯涨 小桃开始翻土 除根 姐姐草在田里长得太凶 得想办法吃了她才滑得来 但摘叶翘着实费了不少力气 得一个个细细摘 累得腰酸背痛 手指都摘黑了 摘好后放入锅中煮 煮熟后 加入酱油和味淋甜毒 煮干水饭后 就只剩这些 实在是有点付出和回报 不成正比 小桃抱怨 这玩意儿怎么都搁不完 太烦人了 又太长了一点 夸小桃做的好吃 不愧是厨娘小桃 吉祖来帮小桃劈柴 小桃却在自家旁边生长的野蒜 摘了好大一把 将它洗净 把盐居鲑鱼烤一下 煮成意大利面 下油把野蒜的绿苗和白蒜头下锅一起翻炒 加上一些面汤制成酱汁 煮好后放上白菜花 搅上酱汁 也算没有炒鲑鱼白菜花一面就做好了 吉祖尝了一口 嗯 野蒜的辛辣味很浓 吉祖狠狠皮子拆 借此发现对混账上次的不满 吉祖的爷爷听到了 少在这里装清高 在背后不停说人坏话 正因为你自己也有这些缺点 才不理解别人的缺点 爷爷很久没有训过吉祖了 卷心菜和白菜不同 他们可以全猪结球 是更优秀的品种新鲜摘下的卷心菜 直接生吃就非常美味 蘸点橄榄油 撒少许盐一起吃 口感更顺滑 加上菜叶的清甜 根本停不下来 最外层骄硬的叶子 炒煮都不理想 可以切成大条做干炸蔬菜 香甜而又有嚼劲 卷心菜的弱点是鱼 结了大条的卷心菜 如果淋了鱼就会裂开 小偷想出了一个卷心菜的新吃法 将它做进蛋糕 将卷心菜放进搅拌机搅碎 面粉 砂糖 鸡蛋 用塑拉油搅匀 煮味就用生姜汁 小偷感觉自己真是个天才 预感自己手上的卷心菜蛋糕 一定会大火 可烤箱里的香味 似乎在哪闻到过 不可能啊 又太一语点醒梦中人 是煎菜饼吧 小偷听后向这泄了气的啤酒 春天一到 最新种下的一定有土豆 但必须等田地里的雪水干燥后才能开始种 去年下雪前 未来年能直接播种 小偷把家前边的地翻根后 用农业塑料膜盖上 下雪了 雪化了 在塑料膜上每个一段开个洞 把土豆埋进去 盖好土 虽然现在还很冷 但等土豆发芽开花的时候 天气已转暖 不用担心双降 保证每桌留三四根芽 其他拔掉 不然会长出很多小土豆 削皮会很头疼 等净杆或叶子搭了下来 就可以收获了 新鲜土豆用热水煮一下 撒点盐串热吃 香甜可口 也可以去河边采些水芹 用葱末 油 盐 胡椒拌成调味汁 把土豆切成小块 制作成土豆沙拉 这是早餐经常吃的一道菜 色香味俱全 还可以做土豆面包 面包皮里放进柔碎的土豆泥 蓬松柔软 带一丝甜 这是老妈的绝活 你做个试试 肯定不会像我做的这么好 确实无论小桃怎么做 都烤不出这么松软 小桃烤的面包味道不错 但有些硬 那封秋天妈妈的来信写了很长 讲了一些她离开的理由 比如要经营果园等等 土豆收获后要避免暴晒 阴雨后要放进纸箱储存 保存好的土豆 是冬天重要的食材 即便偶尔发现土豆发芽 尽快摘掉就可以一折吃到春天 即使说冬天结束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准备下个冬天的食材 如此周而复始 妈妈信中写道 在某个地方睡倒时 每次回头看看之前的自己 发现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睡倒 尽管很努力 却总在同一个地方画圆圈 最后还是回到了圆点 很让人失落 但每次积累下的经验 所以不管失败还是成功 都不再是圆点 那么就不该掉圆圈 而是螺旋 也许人本身就是螺旋 我画的圆 每次在不断变大 所以螺旋每次也在不断变大 想到这里 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吧 好容易离好了地 但小桃决定 今年不种土豆了 因为他明年冬天要离开小森 小桃再次离开了小森 吉子会过来帮忙 照看小桃弟弟种的菜 小桃腾对幼太说 他没法说服自己 就这么留在小森 之前是因为没别出去才回来的 他想用一种积极心态 选择自己的去处 小桃觉得 因为在城市无法立足 才选择留在小森 是对小森的不尊重 小桃对吉子 也讲过类似的话 洋葱要从播种开始讲 初秋播种 盖好土 铺上席袋防止干燥和雨水冲刷 大概五天 发芽后去掉席袋 排育到七八毫米高 之后一直都试过肥的土地 就这样过一冬 等雪融化 天气转暖 有的会长出小葱头 又尽早拔掉 不然底下的洋葱会变形不好吃 过早拔出的洋葱虽个头小 但也将可以吃了 叶子可以当大葱叶用 收获是进入梅雨季不久 趁叶子还是绿的拔出洋葱 把叶子睡根 挂在房上保存 吉子一直帮小桃照着的土地 因为吉子坚信 小桃很快会回来的 五年后 小森举行了第一届春收节 这里十分热闹 家家户户都拿出了自己得意的劳动成果 小桃果然回来了 他已在城里找到一种人 结了婚 而吉子也和幼太公结联理 还有了宝宝 妇女学后的女同胞们 蒸了音乐糕 有核桃味的 还有白苏子人的 而小桃灯台 为大家跳起了神舞 这就是小森的故事 这是一部我十分喜欢的电影 从小在城市中生活的我 很像蒙小三中这种远离闹事熏消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 小森的美酒 美食 美女深深吸引着我 有人问 女主的妈妈为什么会离开 与哥我的理解是 妈妈或许和小桃一样 也有在小三外尚未完成的事情 或一直在逃避的事情 妈妈或许并不是小三的本地人 而是移居过来的 但小桃是从小在小三出生 长大的 或许妈妈觉得 自己没资格让小桃陪自己 一起离开小三 所以她选择将小桃抚养成人后才离开 一个女人独自带孩子不容易 她确定小桃可以独自生活 自立后才离开 在临走前 还帮小桃做了卫生将 由此可见 她是一直爱着小桃的 妈妈的信 让小桃也重新审视自己 决定直面自己的人生 不再逃避 我们相望小三的乡村生活 小桃也相望长日的生活 不试一试 亲身经历 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总会觉得人生活有遗憾 年轻人就该趁年纪的时候 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与好坏无关 与是否正确无关 小桃用五年时间 了解了外面的世界 勇敢面对一切 最终又回走了小桃 或许并不是因为 她摄影不了城里的生活 而是她觉得 小桃才是她最喜欢 最适合的地方 这部电影 具有强大的减压制衣效果 是一部适合一个人 静静观看的电影 能帮你将扶着的心安定下来 嗯 自从疫情来了以后 与哥我已经好久 没离开自己居住的城市 去外边玩玩了 或许安排一次 乡村游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只是我最害怕虫子了 怎么办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宇哥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三连 鼓励一下我 最后别忘关注我的公众号 搜索 宇哥讲电影 这五个字 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的荣油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